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长辈的有流传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大概两百多年了 之前的话实际也没有 没办法查的可能说 就是从大陆那边 就已经迁移过来这边的土地公 所以说在我们这个 当地我们东元的特色就是 在甘园地区 以前就石头西最久的土地公庙 就是我们当地的 现在的普通土地公庙 在土地公后面有一棵三树公 由旧树 榕树以及榕犬 三树融为一体并且相互依存 形成这奇特的景象 而根据地方齐老表示 当初是先有树后有庙 和庙中香炉可有乾隆实践 保守估计老树也应有近两百年历史 民国五十二年隔热离台风的时候 甘园地区大部分大淹水 但是所有水来到这边的时候 这边都没有淹到 所以最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这样一些长者想说 因为我们山树 这个山树就觉得它还是有 它的神灵在 所以说再把它安坐 把它当成一个神树来猛牌 来击败 当地旧时 尾三会的错装 以石头西装的交界范围 是土壤肥沃的冲击平原 又有水道能够往来交通 吸引许多鲜民前来开垦 如今时光流逝 树木依然屹立不遥 继续守护着当地 中下新闻林凯君苏林报导